仁埃乡南风及大同农路道路长期遭冲刷、碾压破损等危险状况 县长李明珍在县议员王彩云及当地民众陪同下实地会刊 亲身体会这些危险路况同时听取民众心声 同意赤支约180万元则由公务处优先发包改善 县长李明珍以及议员王彩云 副议长潘玉泉办公室主任张淑儒等陪同前往仁埃乡南风大同村进行会刊 当地民众赶来关心反应行声 县长李明珍表示 南风国小旁农路陡斜弦道 因为年久失修路面破损 不仅进出危险就连国小失身骑车步行都显向缓身 储蓄改善路段长约200公尺宽3公尺 大同村的河望溪组织线道路也是路面破损严重 同样需要改善重坡混迷土路面 两处路段各需花费约90万元经费 这南风国小 这条道路是学生跟老师每天都在使用要通行的道路 因为连组修修 今天来看了这个道路实在是很破烂的 如果没有赶快再把它改善的话 像这么不好的道路 万里骑机车或骑脚车或是开车有发生意外的话 那么这些意外在要求国贫的话 我相信我们县政府是非常的花不来 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经费 我们就尽快的来把它修复 让这个道路感通行更安全 还有小学生老师出入能够更方便 议员王彩云表示这两处路段长期遭碾压 致使路面破损凹陷 影响学校师生民众出入安全 感谢林县长及县府团队的协助 同意辞职改善道路解决民众出入的安全 这是南风国小 好好老师的停车场出入道路非常不好 在这里刚好 就这个机会拜托我们任管理 林县长一口就答应 还有我们的大同村 这个出入道路也非常重要 在灸的地震之后 这这么久的时间也有坍塌 也要这个产业道路都 这些八岁你走的路都非常不好 在这里非常感谢县长 体恤我们百姓 县长林明正表示 民众的小事就是县府的大事 在县府财政许可之下 一定全力发展各乡正基础建设 让民众有完善的安全生活环境 记者蔡时期仍来相采访报导